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頻道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士登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 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 正向 浪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 今節 我們就講一下 這個 歐盟國家 終於認輸了 之前他們 就 阿智阿作磨六個 麻煩你 如果想我們來投資 搞好那些什麼 搞好民主 搞好選舉 搞好環保 搞好法律 法規 現在 他們 原來都不敢亂說 不過 其實 這些南方國家變相都應該拖謝中國 因為現在 這些 叫做西方國家 因為 要 對華去風險化 想 求求這些 叫做 南方國家 可以 在各項的 好像是 原材料 還有其他的 一些 叫做綠色經濟上面有用的東西 跟他們合作 其實 來自歐盟和拉丁美洲 還有加勒比海地區五十幾個國家元首 和政府首腦 是在日前舉辦了一個 你記住 真的 又是那句話 秀田無人耕 耕開有人爭 因為之前 八年 都沒有找過這些國家 但是今年 繼續俄烏戰爭 還有說要去風險化 對華去風險化 原來在布魯塞爾 舉行 八年來首次 歐盟拉美及加勒比海 地區共同峰會 簡稱叫做拉共體峰會 弘主席馮德萊恩 提出 可不可以 在各方面跟我們合作 希望 能夠在應對 疫後的經濟問題 其實 疫後經濟問題 之前 這些國家都希望你們給疫苗 你現在說疫後 不說這些 俄烏戰爭的影響 和國際上 這件事 很明顯 就是 講挑戰的話 其實這些拉美國家 他們都是聽聽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可能 跟你這樣說 他就說 現在 中國越來越自信 這樣也叫挑戰 他說 國際上 越來越自信的中國 這三大挑戰 但是 你知不知道 這堆國家有多少 跟中國關係 相當好 而且 中國都是他們第一大任務夥伴 希望拉共體國家 可以 試驗歐盟作為主要合作伙伴 不過 西方專家 普遍是不看好的 歐洲理事會 表示 密歇意 這次峰會是進一步加強歐盟 拉共體的關係 我們討論如何實現和平 以及 是 公平的綠色經濟 說公平的話 其實很少人聽你說 因為 你那套公平 是你那套公平 還有 數碼 轉贏 以及共同承諾 這個 其實 很多拉丁美洲國家 和南方國家 都是聽到厭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我們都聽到厭 真的聽到厭 這些台灣老闆經常說 歐洲理事會就說 峰會期間 領導人將討論 加強多邊 這個 之後多些論壇合作 以及全球和平 穩定 貿易投資 經濟復甦 應對氣候變化努力 麻煩你 對應了你們 對應了你們的1000億 美元 幫助南方國家 應對氣候 還有 研究還有創新 還有公民 正義 這件事 你講到這些 其實他們 摇一摇頭真心說 又是這些 又是這些 米歇爾就說 這句話好笑 因為 之前已經有拉美記者說 你八年才找過你一次 那你什麼意思 其實大家一看一看出來 就為了對抗中國 結果 他回應記者說 友誼不需要經常見面 嘩 繁星 流動 和你 同路 是不是這樣 你那個 不經常都不經成了八年 但是 這個美聯社都幾老實 這次峰會 很明顯就沒有呈現出失散多年好朋友 那種 很 重逢那種感動和愉快 其實你當這個國家傻了 你想怎樣我們都知道 是吧 令到拉美國家 他們也承認 是歐盟自己承認的 令到拉美 發展的國家不滿意的是 其實 歐洲在過去對南方國家的關注問題 不太關心 莫不關心就莫不關心 但是 在烏克蘭的問題上相當積極 你記得有一次 外交部長 貝爾伯克 跟拉美國家說 我知道你們 很不認真 即是我說的很不認真 有人就說 烏克蘭來我們那麼遠 你那麼關心他 沒有人關心我們 這樣說 其實 沒有說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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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還有 他們就說 你在烏克蘭問題上 並且要求南方國家採取同一立場 但是你們不關心我 我怎樣採取同一立場 荷蘭首相 鄧雷德是否因為 知道自己沒得勞 他自己選不勞 所以 他相當老實 他就承認 我們歐洲人過去態度有些傲慢 他承認 他就說 人之章屎其然也 人之章屎其然也善 但用這字 都算幾溫和 當拉美國家 他承認自己不接電話 以前拉美國家遇到困難時 我們歐洲是真的沒有接你們的電話 他承認我不接電話 現在我們都遭到你們的反誓 他都知道自己壞 知道你們現在不理我們 也是我們壞的 其實這個峰會重點 就是 已經談判了二十多年的歐盟 和南美 南方共同市場 自由貿易協議 是不是 可以取得進展呢 為什麼不肯 進展呢 因為 他們就是說有些東西拉美國家做得不夠好 那峰會上雙方 立場 不是統一 是分歧巨大 意味著這個協議 仍然是停滯不前 歐盟 想著試圖 也是衰格的 推進一些 即是他 經常說不可以加 任何附加條件 他們經常說跟中國談判 不加任何附加條件 但是這次 這個談判 他們 推動的協議 批准過程當中 增加了很多附加條款 尤其是要求巴西出台一系列的 氣候環保措施 可以 你付錢 但是又不肯 其實 巴西總統努拉一直強調 氣候和環保議題 是重要 但是他之前也批評歐盟 相關要求不可接受和干涉巴西內政 你一說這些什麼干涉巴西內政 其實你就不用談了 即是大家過個場地 你叫我去一下 更加表示 戰略夥伴不應該 手握 制裁大胖來威脅我們 所以 你制裁俄羅斯 你以為他們傻嗎 這班國家的人 因為 他們很多 很多拉米國家 在你們眼中叫獨裁者 或者民主 如果得罪你 你為俄羅斯 盧拉很老實說 戰略夥伴不應該拿著制裁大胖來威脅 你的好兄弟 在不信任的情況下 談判 都曬氣 就認為歐洲 想用協議令到南美永遠淪為原材料和 抗產的供應商 嘩 老實 那就美敏 敏都沒有 真是不可能 長期以來拉米一直是個重要的出口 農產品的市場 但是現在 因為全球 澳烏戰爭之後 就要推新能源 拉米的 李三國 大家都知道 相當出名 李礦是獨佈天下的 三個國家 南美洲的 李資源也得到多方的做視 歐盟 如果不是有新能源的話 西方就繼續 華僑哲利 除了中國 是求資那麼多 當然中國也虧了水 因為這些國家事實上是動盪的 現在 現在的南方國家心中有氣 你不能說別人的 別人真是懶惰的 但是他說願意補償 作出一些補償 怎樣補償 付錢吧 不知道 除了付錢還可以怎樣 不要跟我說政治證據 政治證據也不會 可能只是給你一點點 莊摩洛哥又說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歐盟 想著 和可靠的合作夥伴建立 系聯盟 開放更多的貿易市場 並且確保對他們自己的電動車和關鍵產品 的控制 尤其是擴產 以及 從中國主導的低碳經濟供應鏈上轉移 但是 其實也沒什麼用 因為 中國已經 提供大量在這些國家的投資 插齊 但是 付出了很大代價 這個危機 風險 永遠 都是跟 你的 這個 叫做回報 當然 這個很正常 風險越大 回報應該就是越高 一般情況 中國提供大量的投資金額 再加上當地的理抗資源 都極大增加了拉美共同體的信心和談判地位 意味著 如果 如果歐盟想要推進自己的議程 可能要做出更多讓步 但歐盟就不肯 幸好沒有找回報 不肯這件事就是 現在不是南方國家求理 你想想哪個是 裝哪個是限好 你還沒分清 還在這麽大聲 阿治亞作摩洛哥 歐洲很多媒體就認為 歐盟和拉共體的地緣政治上 分歧太大了 而巴西 在南方國家當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很多歐洲國家對巴西在澳戰爭上 中立的立場感到不滿 認為 巴西總統努拉 不應該批評美國在其中的作用 其實說真的 你們罵巴西英武學舌 已經是麻煩了 你說我英武學舌 為何 你這麽想跟我們合作 英武學舌 所以 這個也是好笑的 最搞笑的 我看到這個《市由時報》 他學這個美國人 因為 這個黑海糧食協議暫停了 但我們說過8月份 如果普京見到 可以當安的時候 可能會開回 可以當安港 那麼 他說 他說 俄羅斯不出口糧食 即是說不讓烏克蘭出口糧食 即是不讓烏克蘭出口糧食 俄羅斯 自己糧食也是糟糕 因為沒有人買 不是沒有人買 沒有人支付 他學了拜登說話 俄羅斯將變為一個自民國家 你一說這句話 我告訴你之後 我們記住這句話 以後你糟糕全球 如果糧食是糟糕的話 你自民國家是否來講 拜登為了這句話 付出了這麼多年的代價 到此時此刻 都是 未跟沙地阿伯搞好關係 搞到整個西方跟沙地阿伯關係都是差的 你試一下 不如這樣說 可能普京大陸 這是什麼地方 原來中國大陸的省 叫他走開 老實說 你跟普京大陸較量的資格也沒有 這是現實 你說到什麼 另類緩污 好心理 另類緩污 你真是沒有攝石 一輩子攝石 你根本連這個資格也沒有 跟普京大陸正面 正面衝突的資格也沒有 說回來 其實 老拉 是批評過 歐盟的大佬 當然歐盟說自己獨立自主 其實獨立自主是為了 去華風險化的一個 一個叫做 罪事 現在經常說罪事 那麼 當時 歐盟 認為老拉 因為他仿華 歐盟是有批評老拉說 你對 中國 中國過於友好都敢說出來 每個國家有他的內政 你又想趕駛人家內政 在四月訪華時 中國跟巴西簽署了很多大合同 更加深化了雙邊的 老拉其實也挺慘的 病 去了兩次 好像去了兩次才能去到 最後也能去到 而歐盟 在此時推進 對華去風險化 並且強調 戰略競爭 你真是很好笑 跟中國深化了關係的 國家 你就說 你對華風險化 你瘋的 剛才跟他 談了那麼多單位 談了合作 還要對華去風險化 你說什麼 因為這是歐盟 你之前說過美國的 全球 門戶計劃 這件事很有問題 這件事很有問題 就說在2027年之前向 全部南方國家提供3000億歐來的基建投資 馮德萊恩就說這個基金 之後就會用在 拉貢體 那麼多國家 450億歐元 別人要撼 別人一個國家 別人一個國家都投資100多億 中國 當然是大國 你400多億投資 投資 投資20多個國家 我對歐盟的審批沒有什麼信心 這個 巴西媒體會這麼說 出錢的時候 又要減少 審這個 應該這麼說 他重視的那些就可以開綠燈 甚至歪理也有 比如 援污 他就可以 很快地批 凍結資產 也很快地批 但他覺得你不重視的那些 他就當你 這個臭 貨 搞來搞去 那些程序 這個不行 這個不清楚 要審查 別人不選擇 當然 這會幫助拉貢體綠色產業 說真的綠色產業 你要他的資源 你說那麼多 還有你說到那麼多 比亞迪已經 在巴西插旗很久了 廠製造得很大 數碼化經濟 還有農業生產 核心擴產行動 但是 這個路透社也都說 很多個西媒都說 全球妹妹計劃成立之初的一個目標 就是為了跟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抗衡 但是 資金就跟 一帶一路倡議就差得遠了 那你自己想 可能你的資金是有效一點 同時也都是 服務於歐盟 本來一帶一路現在又是服務於對華的去風險化 這個錢就用很多東西了 中國 推動類似的規模 其實這個路透社也挺老實的 別人搞了十年 比歐洲有更深厚的相關 項目經驗 而雖然歐盟是重新 自稱是找到了天然火伴拉丁美洲國家 因為 整個拉丁美洲 以前都是歐洲人 歐洲人 歐洲人 說得那麼遠 有些攝石的feel 有說法文 有說 普通牙文 有說 西班牙文 還有荷蘭文 說得那麼親 之前也不理人 但是 這些國家 這些南方國家對於歐盟的熱情 相當有限 另外拉共體的領導人 他們直接說 也挺老實 控訴西方 在這個區域 就是實施了 殖民主義 和農民主義 沒有說錯 當然 這個女人也認壞孩子 之前 他也說以前 我們也是有殖民者心態 是否被歐盟推他出來做醜癮 我覺得是 上次 那個什麼 對這個特尼斯也是找他 是嗎 他把他推出來做醜癮 你也不理會他 我已經不理會他了 麻煩你了 那些醜話 為甚麼他全都說 是呀 雷達反正 因為他們十十一大選 荷蘭姆記錯 還有幾個月 你也頂他 雷達 有什麼醜醜的 你全部頂他 雷達 還挺醜 認壞仔 你幫我選他 他不選 他對出政壇 以後不做政治 有什麼你吃完他 給我吐了他 當然這些領導人 也是指責歐洲直到今天 也沒有把 拉美視為 平等的夥伴 好像這個拉貢體 那位輪值主席國 聖民心敵 及格蘭丁 及格蘭丁斯的總理 他亦都說 你們歐洲人 至今 仍然一面 一面倒 受益於 跟拉美國家 長期的不平等關係 因為拉美的官員 更加跟西梅說 峰會 不能夠 就是為了 叫拉美國家 選邊站而召開 拉美地區 自身的議題 就是社會經濟發展 環境保護和 長期合作 願景重要 拉美國家希望歐洲 為我們 提供 奴隸制的賠償 他說會有補償 不知道補償裏特港 不關我事裏特港 是不是就那450億歐羅 投資就當補償 差得遠 你在那裏拿了多少金 是的 補償的金額 我都說過家裏有很多 其實就是 那時候西西班牙籍民者留下 我都放在神台 以前我媽都放在中山的神台 他們說是堅壞 好像玉石的東西 我不懂 說回這次峰會 昨天結束了 歐盟跟拉共體 其實 對不起 未見到真正聯合聲明 我似策未見到 可能之後有了 因為聯合聲明 原來 你這個真是不用指望 歐盟想加入譴責俄羅斯 出兵烏克蘭 你不用知道 這個肯定不會有 就算有聯合聲明也不會 還有 原來西班牙之前 還打算見習烈斯基去參加這次會 但是 拉丁美洲國家 一致反對才是作霸 你來到 會拉著他們 不是 因為這樣 你一來到 因為這些國家有很多 跟普京大大關係 對呀 你不知直靠邊斬 所以你們都是 難聽說 你來的話會搞彎 做不到什麼都搞不到 這個新聞我看了 彭博才知道 也沒有人報 想不到 哈哈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